说起现代的高考,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的科举考试,今天就来跟大家带来一个关于科举的趣事吧。 在北宋时期,大文豪苏氏参加科举当时的要求是写一篇关于如何推行赏罚制度的文章。 苏氏的论点是官员要扮演一个恶绝,而皇帝可以装好人,这样百姓就会认为皇上是仁慈的君主。 不仅如此,他还引用了高桃杀人这个典故,大体是说高桃围观的时候,曾三次要杀一个人,都被姚帝释放了,从而百姓都觉得姚是仁慈君主。 后来,主考官欧阳修也正是因为看到这个陌生的典故,感觉苏氏的学问肯定高出自己一大截,才录用了苏氏。 其实,这个所谓的典故是苏氏当时考试的时候,为了唬人,临时编出来的。 对,这样的时候,原来的典故会很不够。 感谢观看